那既然外資在這個地方 要扮演台股的殺手的話 做多好像很困難 投資真的要開始 放空比較容易嗎 現在放空大家去思考有多少肉 而且你要注意到現在放空 有些股票你可能放空有一點肉 可是呢 會倒過來喔 就好像你那時候去追高股票 到時候呢 快速被拉上去的時候 你可能你的空單不回補的話 可能反而是變成多方 幫助多方進換工的一個 推升的一個力道 大家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你已經錯過第一時間了 那在這個地方 今天我先講說以目前 我們貼的盤 目前發展有一個比較好現象 我覺得證明 我覺得今天媒體也有提到這個 昨天有人怎麼用Line 什麼群組在發那個對PA不好的消息 我覺得那個要趕快去查 我覺得很多那種Line 很多那種Line 就是會 現在很多會利用那種Line 發消息 那不知道從哪裡來的消息 這個就是可能有心人士 在那邊突英在那邊作稅 然後開始這個 反手去做這個借券等 這也是另外一種推論 但是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都沒有辦法絕對的精確的得知 所以說我們要從自己手動的股票來救起 那外資這樣大砂 籌碼如果說得到沉澱 目前我覺得籌碼沉澱還需要幾天的時間 沒有百分之百 但是已經有好 我看我們剛才跟大家提醒 那些個股 已經有往一些好的發展出現 甚至有些高價股 什麼汉維科 紡織的高價股 這些都稍微講 這個是一個好現象 但是這個地方 要得到完全沉澱之後 那個內資大戶 那個減便宜的腳步 才會更積極 而且我覺得 如果說有所謂的控盤者 護盤單位 在看這個節目的話 我們也願意用微博的身份來提供 來提供一些小小的個人建議 我覺得有一句話可以來用 就是要以筆之道 還思筆生 但現在這個環境 時空環境 我知道國安基金也不可能 也沒有必要出動 昨天財政部次長也說了 現在還不到出動國安基金的時候 沒有必要 因為國安基金一定要遇到 什麼非系統性因素 這個什麼非經濟因素 那很奇怪的因素 那當然 可是呢 我覺得關股 我不曉得它有沒有什麼內規 就是說 對於這個所謂的一個 期貨上面操作有沒有內規 我不知道 就是說有限制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我覺得怎樣 你要先期後限 先拉期貨 其實以前在這個對抗 這個其實曾經在那個 之前 以前在對抗這個在下殺 空頭下殺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天就是也是一樣 期貨突然間大大之後 然後銀碟200點 突然間還翻紅 那非常精彩 我忘記 但是這個地方很抱歉 但是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這個地方如果是有 護盤控盤單位 你要先期後限 一樣 你先把它拉期貨 然後讓期貨 讓它不得 這個地方空不下去 甚至它開始要補一月 然後趕快來做 全職股代來做進攻 那你會事半功倍 對 那 那